哈喽大家好,最近确实太忙了,没办法及时的公新视频,希望大家多多的理解和体谅 然后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嘛,所以我就想着说分享一下这个月的收支情况 为更早的实现10万块钱这样一个攒钱目标,做一下铺垫吧 首先这个月的收入的话呢,总共有12600多块钱 其中1万块钱呢是工资收入 我们工资的话呢,其实主要是就是上课和基本工资 我基本工资也就1000多块钱,主要还是上课的这种课时费嘛 然后的话呢,这个红包就是过年红包 像我老公给了我2000多块钱,然后我奶奶给我200块钱 加起来呢就是有12600多 支出的话呢,支出真的有点吓人,花了9000多块钱 这也是没办法啊,因为这一几年,这要过年嘛 其实已经省了很多了,因为这个像年货 买什么酒啊,像299就要花1000块钱嘛 然后还要买其他的什么蜂蜜,坚果啊 什么这种吃的,喝的,总之呢,后备箱也装满了 大概也要花这个快2000块钱 2000的不止啊,这个也感谢我老公 他帮我出掉了,然后呢,我主要是发一些红包 给我一些奶奶呀,大爷呀,包括弟弟妹妹 还有这个侄子侄女这些,发差不多有3000块钱的红包吧 然后,还有哪些收入呢 还有哪些支出呢,就是这个住房这一块 花了2400,主要是这个房贷 我每个月会给我老公2400块钱的这个房贷支出 这个呢,也是最近给他达成的一种意见 我也就刚给他大概两三个月吧 因为之前不是说收入都给他的嘛 所以我就没有管这些事情 那像日用品的话呢,花的还是比较多的 这个月花了接近800块钱,785 比如说到麦德龙超市买东西花了接近300块钱 他里面的东西还蛮贵的啊 然后就买一些托把呀,这些东西花的一些钱 像餐饮这一块,花的真不算多 餐饮这个月花了532块钱 其实主要的话呢,还是在老乡鸡吃东西,吃饭 但是呢,因为我经常在他家吃饭 所以会有很多的积分 我就利用他家的积分呀 比如说有八折的券 还有什么兑换免费券的,免费菜的券啊 我用这个积分进行兑换也省了很多很多钱 八折嘛,40块钱差不多就能省8块钱了 是吧 所以的话呢,就是这个饮食这一块这么多 交通这一块的话花了476 这一块的话呢,是没办法 天太冷了,我不可能说骑电动车去上课的 万一这感冒了干嘛呢,也不划算 所以我都是打车的 也还好啊,就是寒家上课的时候 校区不是很远 所以正常打车的话呢 一次也就是十块钱,十几块钱这个样子 其他的话呢,就是零碎的收入就不多了 比如说学习的话什么 交党费交了60块钱 然后娱乐是什么 就是A7会员 最近在看那个,那个叫什么潮 什么标,狂标啊 狂标就是在电视上购买了一个月的会员 我也没看这几天在上课 都是我老公跟我婆婆在看 然后还有阿凡达看电影 简单的总结一下我这个月的一些小心得吧 比如说关于吃饭这一块 那上班的话呢,我一般晚上会回家吃 午饭呢,我会利用那个劝积分嘛 进行兑换可以减免一些 像上课期间呢,我会中午和晚上都在校区吃的时候 我会中午多点一点 然后带个饭盒 然后晚上呢,装在饭盒里直接加热吃 休息天的话也是在家吃 或者我老公请我出去吃 所以整体上的话呢,其实吃饭这一块真没花多少钱 几百块钱,我五百多块钱 然后交通这一块的话呢 在上班期间因为离得比较远嘛 我有时候会选择拼车 一方面也是因为有时候车不好打 另外一方面呢,拼车确实它是会划算一些的 离得远,比较容易拼到车 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啊 CT片花了两百多块钱 二百五十块钱应该是 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这一家医院 你如果想用医保卡去刷的话 去挂号的时候就要拿医保卡去挂号 我是在手机上挂号的 所以手机上挂号的这些病人呢 他是没办法刷医保卡的 你必须要现场窗口去挂号 拿医保卡去挂号 然后你再去拍CT片呀 拿药啊,你才能用到你的医保卡 我医保卡里面差不多有一万块钱嘛 就里面还是蛮多够我用的嘛 所以我一开始不知道 我后来第二次拍完CT片 不是要去拿药吗 我就用医保卡去刷口去挂号的 所以呢,那个花了几十块钱 就没用到我的自己的钱 医保卡钱反正放进去也是放着 没什么用嘛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 以后大家去医院 如果有需要啊 需要去医院看病的话呢 就是说去先了解一下 这个医保的程序到底是怎么走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 娱乐这一块是看电影呢 看电影我 其实我最近看了几场电影了 但是呢,我只花了一次钱 就是阿凡达的这个电影 第一个就是我老公今年过年 他们发了一个电影卡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 我真的蛮喜欢看电影的 里面大概有350块钱 如果说看的不是很多的话 其实也是差不多够的 我一般去看那种科幻片啊 或者是特别好看的我才会去看 像最近流浪地球 我就是用他的卡去看的 他也不用 然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看电影啊 我当时买的票是最便宜的一个位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看电影这个位置开始选 选了不同的位置 竟然价格不一样 以前就是随便选 谁先买票呢 谁就是能选到好位置 现在不是 你好位置 你的价格也是更贵的 跟搞得跟音乐会似的 然后我就选最便宜的 一般来说就是第一排中间那种 或者很偏的那种位置 总之呢 我是一般踩点去 踩点去之后呢 我就知道人家大概来了多少人 有些人没有来的 或者是没有买的 没有人去看电影 这不就是空场吗 有很多空位 我就在空位里面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去看电影 然后还有一点的想法的话呢 就是很多时候很多娱乐也是不花钱的吧 比如说像什么写字呀 看展呀 锻炼呀 你像我的锻炼主要是爬山呀 逛公园呀 或者有时候下班之后走路回家这个样子 那像这个看展啊 比如说看什么 看什么书画展对吧 这些展览它都是不要钱的 就是这些体验吧 这个月 其实总体上来说呢 剩了三千块钱 希望下个月呢 能剩至少六千块钱吧 下个月收入应该跟这个月差不多 或者多一点 因为这个月呢 上课比较多 我们这个工资的话 主要是看上课 上课它会给你课时费 比如说我上一个小时 大概有100多块钱 那我每天上 像我现在一天上十个小时 每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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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加起来一个月 除了过年的几天啊 那一个月加起来也挺多的了 可能得一万多 两万这个样子 具体什么情况呢 包括支出情况呢 那就敬请期待下一期吧 好了 咱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